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了司马向儒的副 还以为是古代人写的 就说 哎 可惜啊 我和这个人不是同一个时期的 他要是活着该多好啊 就放到现在啊 他就恨不得给这个作者五星好评点赞留言 这时候身边的人就说 这人活着呢 就是司马向儒啊 你猜这个皇帝会做什么 赶紧把司马向儒找过来给个官党 把司马向儒找过来之后就说 你这写得太好了 我太喜欢了 司马向儒微微一笑 这个只是原来的水平 我现在就给您写一篇更好的 于是就写了一篇更好的 接下来这个皇帝有多喜欢司马向儒就不用我说了吧 所以说我明白了 人啊 不仅仅需要机会 还得有才华 你到了皇帝身边写不出来 有啥用啊 这个皇帝是谁啊 这个皇帝可厉害了 甚至于说他的名气比刘邦都大 基本上就是汉朝最出名的皇帝 老师 你又卖官子了 谁能比刘邦名气的 我不信 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汉武帝 连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写作品 都把他和秦始皇放在一起 而提到汉武帝 就得提到他爸爸汉景帝 提到汉景帝 就得提到他爸爸汉文帝 老师 我有点晕 怎么各种爸爸呀 汉文帝是爷爷 汉景帝是爸爸 汉武帝是儿子 汉武帝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成就 得感谢他爷爷和爸爸 就是著名的文景之志 他爷爷汉文帝是个很节俭的皇帝 节俭到什么程度 衣服破了 不舍得换 房子旧了 不舍得修 相比那些昏君 汉文帝一千个赞啊 他还把用不上的皇家园林给拆了 将土地分给老百姓种田 他儿子汉景帝继位后 继续保持这种风格 并且鼓励老百姓多种田 甚至于自己亲自种田 小Q 你觉得在这两个皇帝统治期间 天下会怎么样 我觉得会特别繁荣 老百姓过得一定特别好 还记得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 多穷啊 有的大臣坐不起马车 都得坐牛车去上班 可经过了汉文帝汉景帝的治理 国家恢复了 粮食太多了 粮仓都装不下了 爷爷和爸爸把天下治理的这么好 交给了汉武帝 你说汉武帝不做点什么大事 对得起他爸爸和爷爷吗 明白了 只要不瞎折腾 这么好的国家基础 肯定得做点什么 汉武帝当上皇帝 得先解决爷爷的爸爸留下的问题 老师啊 上级你卖官子 这级怎么这么多爷爷爸爸呀 汉武帝爷爷的爸爸又是谁呀 就是刘邦啊 我这不是为了让你知道 汉武帝和刘邦的关系吗 也就是曾祖父 刘邦在建立汉朝的时候 给自己的各种哥哥弟弟儿子 都进行了分封 这些分封的诸侯国王 跟刘邦关系好 刘邦活着的时候没事 可刘邦去世了 不好管了 这些人拥有自己的家族 拥有自己的土地 还有军队 不但不服从朝廷的命令 还动不动就造反 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 就有造反的 虽然给镇压下去了 但这是个定时炸弹啊 随时会爆炸的 汉武帝心想 这我得给解决了 要不然我怎么做大事 根据我的经验 一定不能直接废除这个制度 要不然大家会一起造反 汉武帝用了个数学公式 就把这事给解决了 就是推恩令 啥 这么大的难题 一个数学公式就能解决 原来的诸侯是继承制 诸侯去世了 大儿子继承所有的权力和土地 一个接一个的接力棒模式 国家拿人家没办法呀 汉武帝就说了 这样多不公平啊 这么多的土地 只有老大能继承 从我们这改一改吧 以后有多少个儿子 就多少人一起继承 假如你有十二个儿子 就把你的领土平均分成十二份 一人一份 大家排排坐 吃果果 你一个 我一个 太聪明了 这样就没有大诸侯国呀 都把他们分开了 但会不会有反对的呀 会啊 肯定有反对的 你想想那十二个儿子 多少个会反对 多少个会支持啊 我觉得老大会反对 他的便少了 但另外十一个会同意 因为他们原本不会有 所以推恩令根本不是阴谋诡计 我就是摆明了告诉你 我要收拾你 但你又无可奈何 你只能被收拾 历史上有句名言 叫做堡垒 往往最先从内部攻破 汉武帝就是用推恩令 把事情从内部给解决了 是你们儿子分的呀 跟我无关呀 接下来 汉武帝还会做什么 他又面临着哪些问题呢 我们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